这绝对是任牙最狼狈的一次 身为地表最强高中生的他 此刻竟然被数学老师一顿胖揍 在数学老师的眼里 任牙这种学生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大猩猩 现代科技发展的如此迅速 就算你跑得再快也跑不过摩托车 力量再大也无法抬起汽车 游得再快也比不上快艇的十分之一 就算是博尔特也无法直接从地面跳进五层楼高的教室 可对于老师的话 任牙却有不同的看法 刚好他认识几个身怀绝迹的朋友 话音未落 一道黑色的身影破窗而入 同学们都惊呆了 没想到五大死球之一的夺尔竟出现在这里 只见夺尔缓缓地来到任牙的面前 刚刚他在操场上就看到了任牙被老师驯滑 对于突然出现的家伙老师还想上前询问 结果却被夺尔一拳打飞 可令夺尔没想到的是 任牙非但没有感到惊呆 反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突如其来的攻击使夺尔变得更加兴奋 他没想到任牙小小的年纪实力就已如此强劲 随即二话不说拿起桌子上的远轨 就要和任牙决一死战 可令夺尔没想到的是 任牙这老六不讲五个 竟然直接从教室的窗户跳了下去 他可不想在学校这种地方暴露自己的身子 等到夺尔上前查看时 任牙早已消失的没了踪路 躲避了夺尔的追杀 任牙开始在校园里闲逛 可突然一股强大的杀气从背后起来 任牙猛地弯腰躲 好险差一点任牙就分头行动了 回头一看 五大死球之一的柳龙光竟出现在这 只见柳龙光从背后掏出两把锋利的镰刀 下一秒进化身得来文 随着柳龙光挥动镰刀的速度越来越快 仅凭肉眼已经无法看清 还不等任牙反应过来 柳龙光猛地挥动镰刀向任牙发起了攻击 好在任牙反应迅速 要不然可能真的就没了脑袋 可柳龙光并未打算就此停手 只见他挥动其手中的镰刀再次向任牙发起攻击 然而正当战斗进行的激烈时 突然一道声音叫出了柳龙光的名字 下一秒一个装满开水的水壶扔进了柳龙光的手 然而令柳龙光没想到的是 水壶里装的居然是凉水 看到柳龙光惊讶的表情 射川被逗得哈哈大笑 没想到杀人如麻的很 竟然会被一壶凉水吓成这副一样 看到自己被两人嘲笑 柳龙光变得更加愤怒 随即抡起水壶就向射川砸去 却被射川一个弯腰躲过 接着射川一把按住柳龙光的下巴 将他狠狠地砸向地面 任牙彻底震惊了 没想到这个小老头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劲 可突然柳龙光爆起 一击就打碎了射川的眼睛 顿时鲜血刺剑 任牙惊呆了 甚至他都没有看清柳龙光是何时出手的 只见柳龙光微微一笑 随后露出了藏在手掌中的暗器胡招 既然柳龙光如此的不讲武 射川也不再废话 直接叫上任牙准备二打一 趁着柳龙光分神的攻 射川先发智人 避兆鲜血猛眼挡住了柳龙光的视线 接着带着任牙准备两面夹击 前有狼后有 现在就算柳龙光插翅也能飞 不等柳龙光反应 任牙猛的一个直拳打向柳龙光 紧接着一个鞭腿将他踢飞出去 而射川也没有闲着 趁机从柳龙光的背后锁住了他的手 可两人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身为五大死刑犯之一 柳龙光怎会如此轻易地就被两人解决 只见他扔掉了手中的胡招 接着开始放松关节 对于修炼空道的柳龙光来说 手掌才是他的终极武器 接着柳龙光缓缓地向任牙走去 在这个世界上最毒的气体 并不是沙灵毒气 也不是一眼花痰 而是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吸入的攻击 紧紧一掌 任牙就被拍晕倒在地上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而柳龙光所使用的正是氧气 看出了射穿心中的疑惑 柳龙光开始解释道 我们日常生活中忽入的氧气占比是21% 如果低于这个比 人类的身体机能就会立刻受到影响 头晕 眼花 恶心 吼吐 最后失去生命 而对于常年修炼空道的柳龙光来说 他可以将空气中的氧气压缩到6%以下 为了能够发挥出这招的全部实力 柳龙光在不同的材质上进行实验和训练 最终他在手掌中制造出了证 紧紧一击 水泥铸成的墙面就被拍出个大堵 然而就在柳龙光的赌掌即将拍向射穿的时候 突然警笛声响起 为了安全起见柳龙光选择先行撤的 可等到任牙恢复过来时 射穿只是对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赶紧张 足元 腿 斓 co dec 蹴 夎 好